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鱼的营养非常丰富 用鱼内脏、鱼鳞、鱼骨 制作有机鱼肥 是厨域中肥力最强 肥效最长久的一种材料 鱼内脏不仅含有维生素A、D、E 还含有氮磷钾元素 尤其磷钾占多 酸度也较强 对木本植物生长发育 有积极促进的作用 而鱼鳞、鱼翅、鱼骨等杂物 发酵后 则能转化成理想的磷肥 对水浇灌 就会使花卉、色艳、光亮、果实丰满 今天我就来与大家分享 有机鱼肥的制作方法 在这之前 我首先想针对已经观看过 我用香蕉皮制作环保酵素 和厨鱼变肺为保 虾壳、鸡蛋壳、快速变磷肥 两个视频的朋友们 在评论区所提出的问题 再做一个全面的总结性的解答 同时帮助各位进一步了解 自制有机肥的原理 接下来看一下我为大家准备的字卡 环保酵素技术是泰国有机农肯协会创始人 勒书坤普潘温博士 经过30多年努力所研发的一种 果皮、素菜、厨余酵素 通称为垃圾酵素 研发制作的环保酵素有杀菌功能 能够帮助空气中增加氧气的含量 减少空气中的废气和毒气 还能分解人工化学污染物 勾具内的油膏 利用环保酵素代替家中化学清洁用品 流到下水道可以净化河流与海洋 达到环保的效果 普潘温博士曾多次协助泰国、欧洲、台湾、马来西亚等国的农夫 合作陪根出大批优良的有机农产品 一片沙地用环保酵素灌溉 四个月后成为一片肥沃的菜田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环保酵素制作的原理 生活中很多食物例如面包、芝士、酸奶、酒、醋等 均需要均帮助发酵才能制作 而环保酵素同样也是 利用不同的菌的发酵原理制作而成 在制作环保酵素时加入黑糖或者红糖 可为菌提供额外食物 使菌种大量繁殖 令整个分解过程加速 在制作过程中 虽然我们未能亲眼看见菌种 但初期释放出的大量气体 以及带微酸的酒香味 足以证明它们在工作 那么环保酵素对我们的种植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化厨余为有机肥料 节省家庭开销 除以混合红糖和水 经过发酵之后 有柑橘般的刺激气味 而不是收味和臭味 酵素是天然的肥料 能够改善土壤环境 把贫瘠地转化为肥沃的土地 大量有益菌以正压邪 能够抑制和减少病原菌的入侵和繁殖的机会 起到减轻作物病害的效果 酵素中的微生物有助于促进光合作用 使植物更细获得更多氧气 调节作物新陈代谢 刺激它的生长 从而使其产生增产的效果 大量的有机质通过微生物的活动后 可不断释放出植物生长所需的元素 达到肥效持久的目的 当我们了解了环保酵素的背景 制作原理和好处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鱼肥了 我制作鱼肥的材料 就来自于这两条黄鱼 我们在洗鱼的过程中 把刮下的鳞 洗鱼的水流下来 我这里流下的洗鱼水是800毫升左右 然后把鱼内脏、鱼腮、鱼油、鱼骨头、鱼头、鱼刺 都保留下来 把它们放到容器里 我这里的鱼骨、鱼刺、鱼头 是从鱼汤里过滤出来的 所以肚已经很碎了 所以肚已经很碎了 倒入容器里 倒入容器里 然后再把玫瑰花酵素 倒入制作鱼肥的容器里 然后再加入50克黑糖 把它们搅拌一下 盖上盖子 隔三差五的去搅拌一下 等三个月 鱼肥就制作完成了 就可以使用了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 如果你没有玫瑰花酵素的话 你可以用环保酵素 没有黑糖的可以用红糖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制作后第六天的鱼肥 是成什么样子的 所有的鱼骨都已经沉淀下去了 上面一层白白的菌丝 闻上去的味道就是那种酸酸刺激的味道 不是臭味也不是收味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为我点赞 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请你在下方留言 我会尽快的回复你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